不善意 无量受尽数 善乎口业 不及他过 孔子也说 非礼为野 有些学人 却不宜教风险 因为顺着 自己的烦恼说话 不修口德 不善乎口业 他们学佛 学传统文化之后 不是拿来修正自己 而是拿来 要求别人 专调别人的毛病 老是喜欢 强迫他人 接受自己的意思 去修学 当别人抗拒时 就骂别人 没善根 没佛报 用佛法的道理 传统文化的道理 来骂人 这就是滥用 让人对佛法 和对传统文化 产生反感 断了他们 学习神教的机会 本来是良悦 用错了 就成了毒药了 学佛 学传统文化之后 小辈人口病 往往就是 因为他们不善业 不修口德 所造成 不善业 种类繁动 包括 包括 望语 念事 悟口 其余 都是不善意 口业 最容易造 所以 要特别小心 学人 应该从口业下说 认真修正自己 错误的言语 这样 进步就会很快 再让你读找 幽灵 展并 词